油條兄弟 YOYOYO 全記錄 全記錄 我會反對女生比較不會手下流情 真的非常香欸 我們的調味 就是蜜蜜 蜜蜂 蜜蜂 大家好 我們是油條兄弟 YOYOYO 很高興今天來到東區的 墨墨石頭火鍋 我們先來歡迎我們的 老闆阿仙 來歡迎我們的 無人知曉 眾人皆不知的 拳王小寶 謝謝 那不是真的幹嘛呢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這個 阿軒老闆 招待我們今天的這個 木木石頭火鍋的一個 誰來請客單元 那待會一樣我們就遊走在 那個街頭 尋找的民眾跟我們猜拳 誰能夠猜贏我 就由我們的 阿軒老闆 會招待 非常高級的 請帶我們折下去 對不對 送 300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大放送 吃早就說 事故於是 馬上就來我們今天的 誰來請客 木木石頭火鍋請你吃飯 Yeah Let's go 三把 就是贏到三把的人 這樣說不就好 對 贏到三把的人 這樣說不 左手不 1比0 這樣不 1比1 好不 2比1 好不 規則你都清楚 哈哈 這樣OK啦 重新開始 等一下你摸了啦 今天直接就輸第一把 這個怎麼那麼帥啊 這麼好是誰 我看一下是什麼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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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老闆請你吃喔 哇這個叫大甲 不錯喔 這一份都要兩三百 好 後面有地 那他那邊比較中高價位的 請問有沒有人要再來挑戰 我看這位是嫂子吧 嫂子來吧 瘦子可以留下來是不是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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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來來吧 一模一樣的規則 好不好 猜一下猜一下 太瘦了 我三把而已 好 你幫我拿一下 全紀錄 我一番對女生比較不會手下留情 就說不 就說不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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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剛才說什麼 我會贏 你會贏 怎麼念那個字什麼 喔是 剪刀石頭 不 剪刀石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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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把贏的 超的石頭好高 麻煩 麻煩把他那個我會贏 禮聘六十幾次好不好 我會贏 我會贏 這把我贏 我知道他要說什麼 來 剪刀石頭不 喔 全王猛神 不 不 好險 不 好險 好險 不 不 謝謝 好險 全刀石頭 不 好險 好險 不 好 讓我們這次幫我們訂閱一下 你 讓你報仇的機會 要報仇 這時候英雄救美就是很重要的 要什麼拳都可以 要什麼拳都可以 什麼拳都可以 15 喔有別的拳 好來來來喔 我拿 我拿 15 15 我吃 15 15 沒有 好啦幫我們訂閱一下拜託一下 謝謝 挑手不 謝謝 不 好險 不 謝謝 不 謝謝 不 謝謝 有了美女幫我們 幫我們當裁判 好 剪刀石頭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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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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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我都還沒意會過 這間位於台北延集街的木木石頭火鍋 一進到店裡就覺得非常的舒適 環境寬敞明亮 充滿濃濃的日式風格 食材豐富且新鮮 各種海鮮肉品一應俱全 全部都是店家嚴選 琳琅滿目的酒品亦可任君挑選 店內所有的食材價格全都是以盤子顏色來區分 牆上也有菜單以提供參考 現在就跟著油條兄弟們 一起來品嘗看看吧 拉糕也還沒有 還沒有太炒就有個香味 那是什麼味道 黑麻油的味道 黑麻油的味道 好香耶 什麼叫做我們一香香嗎 芝麻加洋蔥 加蒜頭 蒜頭 對 那這也可以也是可以依照個人口味去做調整 就是比如說想要香一點的是 蒜頭多一點 對 湯頭甜一點的是洋蔥多一點 對 這套火鍋就是要看到這一幕 整個香氣呼吸而來 哇那洋蔥感覺很甜的 對 真的非常香耶 它整個蒜頭味都滷完成出來了 因為我覺得黑麻油可能也有提升它整個味道 對黑麻油真的蠻強 接下來下我們的烤肉飯 對 將肉結在菜上面 它不會這麼快老 喔 那個 蟹蟹肉棒 哈哈哈哈 我呢 玉米熟煮先生 那個 鳥帶小姐 有謝謝肉飯 當然有 當然要放 哇 哇 哇哇哇哇哇 怎麼香氣 鋪皮有哪一個 太讚了太讚了 我非常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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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覺得我現在用看了就已經覺得說 有點餓了 已經感受到那個 根本還不用吃 所以這一罐 這是什麼 我們的調味 秘方 秘方 妳各位啊 相信愛吃火鍋的人都知道 一個火鍋的靈魂在哪裡 它的湯頭 我先喝一下在這還沒熬煮過 一開始的清湯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味道 它剛開始的乾頭比較偏日式的高湯 它是比較甘甜的 可能是喝多了會回甘的 我吃的 哇 這塊牛肉的油花看起來好棒 我現在馬上來吃看看 沾點醬料 會不會太老或是怎麼樣 不會剛剛好 剛剛好 很嫩就對了 很嫩 而且如果是它 在裡面煮的時候啊 沾到這個湯汁的香氣啊 更好吃 又甜又香 再來我要講的是 這個蟹肉棒 它不是外面那種圓圓一圈一圈的那個 那種放下去很容易就散掉 會有套保鮮膜那種 對套保鮮膜那種 比較容易散掉 然後這個都不會散掉 而且這種比較鮮甜又嫩 非常的推 喜歡這一個 這蟹肉棒真的很下飯 豬血糕 馬上幫我載到我們的牛奶 牛奶 其實它這個豬血糕真的不重要 因為牛小排才是重要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木盒 直接增加它整個質感 我告訴你 我馬上就現煮起來 你會來馬上幫我們煮一片好不好 沒問題 其實好多煮幾片吧 沒問題 好燙的厲害 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厚薄度是剛剛好 所以 7秒7秒 對 黃金7秒好不好 只要殺一點燙 那你要把它壓下去吧 沒有 這樣子沒辦法吃1秒 沒有沒有 我個人不喜歡吃太熟了 這樣就可以了 來來來 老頭 我們看齊哥 我直接麻煩吃吃看 牛小排 他要趕快夾起來 我跟你講 我仿佛整隻牛在我的口中當中 整個帳放 非常好吃 一般我們火鍋店 就是都是一些腳類 這一隻 這個三技魚腳呢 它是遠近馳名的手工魚腳 基隆三技魚腳 對 很出名很出名 所以說 木木他們是很用心的 他們去 有去挑選 嚴選過很多的食材 像這個手工魚腳 就算是很出名的魚腳 因為它夠Q彈 裡面的魚肉 什麼的也都是 非常的有彈性 而且它的皮很滑 很多人都喜歡吃 比較傳統的石頭火鍋 這間就是想要做一種 比較傳統的 然後食材都有精選過 然後重點是他們 雖然是傳統的石頭火鍋 但是他們的環境 很有日式的味道 對 外面的人不知道 還以為是還吃日式料 對 各位 石頭火鍋的靈魂 排骨酥 整個味道已經煮進去湯裡面了 還會增加層次 非常好吃 再來 因為他們的小卷V卷 這小卷 非常新鮮 我馬上吃給大家看 小卷比較好吃 非常新鮮 你有沒有覺得 它小卷有一個重點是 它的那個 就是裡面這個味道 整個衝出來 你一咬下去 完全沒有腥味 這是甘甜的味道 對 很棒 而且很彈牙 對 一般有種這種黑黑我們吃到 感覺會苦澀 它是完全沒有 是整個很新鮮的味道 喔一吃 驚為天人 下一盒子要加海鮮囉 跟大母哥一樣大的生蠔 超大顆的牡蠣 來 下一個 這個一吃完 好 來下一個 好 這個 地王蟹 還有生食級干貝 哇靠 全部海鮮都下鍋囉 還有說你可以這樣 地王蟹就侮辱了 好好好 那你終於吃飽啦 非常的滿足 因為聽說這邊 也是很多人會在這邊 吃酒足飯飽後 在這邊小酌兩天 因為重點是 它的用餐時間是不限時啦 沒錯 對 而且它的酒量的那個品種呢 非常的鐵朗滿目 大家有空可以來 過來看看 挑選自己 對 有時候酒 啤酒 還有接下來 也會有一個廠商 要怒怒合作的 憲民酒 憲民酒 好不好 所以說吃飽之後 三五好友在這邊 很愜意的聊天 喝上去 來來來 沒問題 謝謝大家 一定要來默默 那一般酒足飯飽後 有些人是不喝酒 所以他有提供茶的選擇 這個分別是 這個是四季春 這個是烏龍紅 那老闆有特別推薦 他有交代這個 廣告 只是因為我背不起來 所以我直接看稿 這個烏龍紅茶 是來自祁山 海拔1800公尺 又是市面上 所稱的小葉種紅茶 成功是烏龍品種 紅茶的醃漬而成 冷泡口感帶點蜜香 非常特別 具有解膩嗎 這個來 換你嘗試一下 這個烏龍紅 剛才那一段很長的業配 好 它特別的是 它介於真的是 在烏龍茶跟紅茶之間 在那邊流移徘徊 讓你傻傻分不清楚 剛喝下去是紅茶 但是紅茶以後 你從冰箱裡竄出的 又是烏龍茶的香味 唉唷 沒錯沒錯 用詞升級耶 沒錯 因為我沒有看稿 你沒有看稿 觀眾朋友趕快來嘗試 我們的默默獅頭的播放 加油